第一个问题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觉得你老公会来吗 我觉得 你觉得你老公会来吗 你觉得你老公会来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还有问题呢 我以为我都问完了呢 你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非常好的问题 谁短头发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比如说菊萍姐姐那算短头发吧 对吧 我觉得冠林儿就是长头发嘛 对吧 孙嘉兴是长头发嘛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能差不多 可是他不是同行 我刚才说的所有应该都是同行的范畴 所以现在就把我整懵了 现在反正是屋里的人嘛 有的特别诚实 有的就是这种 但是我必须跟你说一句 我觉得他唱歌还行 到底是谁 他还没回答我 你看他又编那种矫情的话呢 我估计 就是你就告诉我长或短 对呀 你看真烦人 对 这是朋友吗 他不是朋友 他想让我被呲一下 所以你认为一号是 冠林儿 我觉得就冠林儿吧 我真的想不出别人 因为为什么他才冠林 是因为我们录冠林的时候请过他 但他恰好时间没赶上 对 我当时非常想来 所以一号房间中是不是 青年演员冠林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你看 谁 来了 答错了 两条两条 救我了 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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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心 潘阳 青年女演员 著名小品演员 潘长江之女 你干嘛 你给我转一千块钱呢 不行 我得给你两千 爸 你干啥给我转两千呢 我给你转四千 不行不行 不行 我得给你转六千 我给你转八千 不行 我给你转一万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作为江小涵的好闺蜜 潘阳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 就会为我们带来 他们之间的哪些趣事呢 哦 对了 我们就给宝宝的礼物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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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生 我帮你拿着 我是昨天半夜回来的 哦 对 你去哪儿了 我去了他香港 然后又去了新加坡 然后等于提前回来了 然后就 我跟他说 我说我不管 我半夜给他打电话 我们俩生完小孩之后 一直说月 就我生完小孩之后 然后但是一直阴差阳错 反正时间对不上也没约上 再加上我那时候 真的就是天天在家弄孩子 对了 我想他刚生完小孩很辛苦 我想等过几个月再看他 一直就没约上 你知道一般很多人都说 你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就说我去看你去看你 但其实自己坐月子那个时候吧 也不是特别特别希望 有太多的人去看自己 是 那个时候很狼狈 然后也胖也臃肿 也狼狈那种 然后就他特别理解 他说我在月子中心 我就不去看你了 他说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可能不太想见太多人 对 对 所以这是过来人 过来人 以前我一直觉得 潘阳个还可以 今天我一看 我这鞋也有点根 咱俩原来是一个 对啊 你说我怎么可能会高呢 主要是你怕高 对啊 因为你知道吗 我上次终于知道 潘长江老师 跟我是一模一样高 一模一样高 他一模一样高 真的 一米五九嘛 还一米六三 后来我必须给你 那个什么量一下 一量 我一米五九 他一米五九 后来 你已经谢谢你爸爸吧 不管怎么着 他努力地把你生得 比他还高 这就可以了 也没高两厘米了 对啊 女生可以穿高跟鞋呀 外面都这么传说 你要生二胎了 有这事吗 就是一在犹豫 都比小孩一米相约二胎 他要生我 我在准备 你比他小吧 他比我一个女 我们同龄人 虽然我现在 永远16岁 真狡献 烦人 小韩你刚才 有没有闪过 潘阳 潘阳来了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 我真的没想到他来 其实要不然的话 我肯定会往他这猜的 骗你了 他骗我来这 因为他突然有一天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发的微信去吧 他说那个 小韩小韩 今天为念叔叔 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你做那个节目 他说让我去当嘉宾 可是我不在北京 真的是没办法去了 我说没事没事 没关系的 我说咱们找你回来 咱们去 所以我真的就没往那想 他这等于是给我 一个很大的惊喜 微念叔叔 但是幕后知识 是微念叔叔 他让你公意见 他让我发的这个微信 这个我给你 讲述一下 全部的过程 我从你那了解 你的朋友群 应该说 您是第二个 就提到他 对呀 我就很兴奋地 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就很兴奋地 告诉我 时间不可能 我说可能不可能 都必须可能 他说 那个叔叔是可能 那我就可能 我说现在不光可能 你还必须马上给 小韩 小韩打个电话 就告诉他不可能 然后他说好吧 他马上就打给你 太坏了 他可坏了 太坏了 但是我真的是 第一时间就说 那我要来 但是我确实是有了 一个旅行的安排 小朋友假期 想带他出去玩 之前都约好了 但是我就往前 串了几天 你是赶了机票 对 但是那个文件书 怕因为你太聪明了 小韩特别聪明 怕想到是我 可见我没有 你想的那么聪明 对 他让我 其实我发了这个威胁 然后就把这事 给招实了 他肯定就不会觉得 我会来了 我特别想明白 你为什么不说 自己是同行呢 我不是主持人啊 可是他 他主持功力也非常好 而且你绝对 你不能算不是吧 你是半个主持人 你曾经主持过 固定的栏目 一档节目 你怎么能不是 你不知道多艰难啊 你怎么艰难啊 你成为人 我一直特别崇拜主持人 你要主持人啦 没有 我曾经主持过节目的 我觉得主持人 需要具备的太多了 就脑子里的内容 真的要脱口而出 而且要掌控全场 遇到好聊不好聊的嘉宾 你要一直想办法 我觉得我做不了这种事 但是尝试过 尝试过 是不是在你心里 我比你爸还聪明 我们刚才那个话题是什么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我们俩认识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也是从做节目啊 然后有共同的朋友啊 关灵 关灵啊 内心也是一个小公主 对 你觉得关灵今天来了吗 你猜 我觉得应该来吧 我们三个应该凑齐了吧 对呀 我们俩都来了 关灵想来 后来就是他求我 说能不能让我去 后来我说这样吧 我们栏目组经费紧张 你给我一万块钱 我就让你来 后来犹豫了一个礼拜 后来来不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们在一起 会不会现在经常聊孩子呀 之前是这样的 之前我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他们俩在一起 会经常聊孩子 然后我是完全插不上话 就傻着就看着 你对他们的话题感兴趣吗 我说实话吧 没什么感觉 不是特别 对因为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自己没有孩子 我觉得这个人 有孩子和没孩子之间 是一巨大的鸿沟 对 然后但是现在 我就特别希望 能够凑着跟他俩一起 多聊聊孩子的事情 我跟他还有关灵 我们三个人 是一起结伴出游的 我们一起在首尔 我们一起去首尔吧 对 是上次说 在我节目里说 那次你们一块出去玩 对 还有他吗 有他 我们一起出去玩 你说你们还经常找特别便宜的那个房子 是有是有这事吗 对 我们就是找那个经济实惠的地方住 然后我们一起去买东西 一起逛街什么的 你们三个人 到了国外 或者是国内的一些人多的地方 谁被认出来的几率更高一点 都有 小航跟关灵 是吗 关灵吧 关灵更标志性 对 关灵应该是被认出来几率最高 他主要是那声音 渣火 因为我觉得 关灵从小到大 他那个样子 基本上没有太大便宜 而且他始终也没有离开过影评 他一直都在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们三个人出去 关灵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亲爱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住更好的酒店 你完全可以 他说姐你知道吗 我得省钱呀 我就想 我住一晚上的钱 我能买多少东西 我能买多少吃的呀 对 特开心吧 对 关灵特爱累 记不记得 我们逛 他不嗨我就觉得 他没有我们俩嗨 我们俩什么 好好去去 什么吃吃吃 但他就淡定的多 就是小的时候 我记得关灵那时候 到我家来玩 到晚上的时候 就特别不希望他走 你就住这儿得了呗 我们就一起 就玩一天 坐一个晚上多好 然后他就会 特别特别 那个理性的 就是跟他爸妈 就说我得回家了 就回家了 他就特别的 一个是很理性 再有一个他 我感觉出去玩的时候 他也是比较理智的那种 关灵在你家住过吗 没住过 你在他家住过吗 没住过 好遗憾啊 也就是他 特别熟悉你父母 你也特别熟悉他父母 对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经常一起 出去做节目什么的 所以都是他爸爸带着他 然后我妈妈陪着我 他是父女组合 我是母女组合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潘洋会不会 会羡慕他们 这样的童年生活呀 特别羡慕 然后也觉得好遗憾 怎么没有早早的 出下道 对啊 不觉得就是你爸爸 那会儿不想让你 搞这行吧 对 完全没想过 就是好好上学 他就说你看官邻 你看教寒 都成什么样了 不去 他就这么优秀啊 因为可能觉得 还是距离太大了 他们太优秀了 但其实潘洋非常非常有才 他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之前有一次 他参加电影频道的 一个晚会 他在台上又唱了一跳 有一首歌 当时我觉得特别好听 我自己还在那个 就是音乐平台上 我还下载了 一直在我的那个QQ 那个音乐里面 对 真的呀 一直在我那个 iPod里面都有 是真爱 是真爱 其实你们现在 聚会的时间很少了 因为有孩子嘛 对 关键是因为 关键有了二宝了 之后时间就更紧张了 机关强 对 他自己都忙活不过来 我们都很难聚在一起 再加上他现在 因为刚当妈妈 还太小了 很多事情 对 所以就不像以前了 我们随时一个电话 对 直接在那集合下午茶 然后直接吃晚饭 然后一直混在一起 对 对 就舍不得分开 就很多很多话聊 这样 我怀孕 就是刚开始怀孕的时候 约了他们俩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坐在那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我怀孕的消息 他们俩当时 那个兴奋的程度 还都不亚于我自己 他们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一直说 你看我胖的什么 后来他实在忍不了 他说小韩 你这个月份 孩子他才这么点 他就这么小 他说你不要总说 你肚子有多大 他刚怀孕没多久 也就两三个月 三个月 他已经显怀了 我说我已经显怀了 后来我就给他科普了一下 我说按照这个月份 其实他还不如一颗草莓大 然后他说 那是小吗 那怎么 全是你的肉 胖就不行了吧 我来胖的 对 他就是自己吸收 会比较好的这种 最后面可能 要花一定时间去捡一捡 对 运动 在这里你也谢谢 我们亲爱的潘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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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心 谢谢 给你爸带好啊 你让他欺骗的太成功了 我跟你讲 大幕拉开那一瞬间 我看见他了 我都脑子都反应不过来是他 因为他 我以为你不认识呢 不是 他戏太好了 他跟我说的那条 特别特别真 我根本就没往他这想 所以打开的时候我说 嗯 不会吧 我就完全愣在那了 对呀 因为当时你提供了 你跟他好 那我要是不让他骗你一下 那你显然来了 一猜就猜着了 您就觉得太没力气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骗一下他 他说 小韩太聪明了 一般的骗 骗不了 咱俩就商量商量 我俩用了半个小时 商量了一条计 骗你 他那条发得太真了 你知道吗 我还当时说 因为那天特别特别晚了 他发给我 真是对不起给我 我审核了 我说保险了 发 发过去了 你跟那个潘老师熟吗 跟他爸爸 熟啊 我小的时候 在还不认识潘洋之前 是先和潘叔一起合作过 那时候潘叔在一台晚会上 就演过我爸爸 对 他那时候也会提到他女儿 他演你爸爸 那我女儿给你插过 那观众会相信吗 怎么不相信啊 他演你爸 他就不合理啊 你随便挤着潘叔 我会维护他的形象 潘叔在我心里的形象是很高大的 一米九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